哈喽啊各位小伙伴 今天咱们来看一台华硕的天选 天选 看一下是怎么个事啊 GTA5当良好市民 砰的一声 当场黑屏 插电无反应 砰的一声 这不得吓一跳 还以为游戏里撞车了呢 原来只是电脑坏了呀 是没有修过的 那么这一款呢也修过很多了 它的通病之一 就是那个显卡供电 显卡的核心供电很容易烧 而且看这个表现啊 我估计十有八九 就是公务连短路了 咱们把它的电流调成0.05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5A大电流的出现 OK我们把电接上去看一下 看吧电流瞬间打满 0.05A 短路主板恐怖如斯 像这种情况 如果是烧显卡供电的话 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它核心供电 不像显存供电 也不像CPU供电 摆烧不坏 核心供电还是比较坚强的 这个卡的核心供电 就在核心的边上 这一排电杆 实测供电是对立短路为1 显存的阻值倒还正常 核心供电的正常阻值也很低 测不测的也没意义 这一排采用的是这种复合MOS管 它并不是Diamos管 复合MOS管呢还留了 积极可以测得到 在它的第一脚一排测过来 哪一个机窗一目了难 正常它们的控制脚主持都在400多 这边测了几个都是400多 诶 是这一个了 最后一个 最右边这一个机窗了 直接把板子给取下来 先把这一颗机窗的MOS管给拆掉 像这种肯定很多人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烧的 没什么原因啊 就是当纯的爱烧 拆掉之后 给它找一颗同型号的广子 换上去 把银角上面多余的锡给清理掉 OK 接下来咱们再来测试一下 不是上电测 测组织 公共点已经不在短路了 短路的问题是已经搞定了 积极的组织呢 也都正常 但是文拖起见 还需要把它的斜控芯片一起给换掉 最右边这一个 它每一个MOS管都有一个像这样的斜控控制 MOS管击穿有可能斜控不良导致 所以呢 最好还是一起给换掉 换了斜控之后还没完啊 还得检查一下它的保护隔离电路 一般大电流都喜欢烧MOS管 看吧 这第一个MOS管就也是被击穿了 这个管子如果不换的话 它电池会充不了电 电池的问题咱们待会再说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N勾到MOS管 主板上随处可见 好了 接下来就算是玩活了 可以装街了 三个位置 保护隔离电路 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的斜控 该说不说 这个电脑的上热真的是很担保呀 分分钟过热降频的那种 MOS管上面的导热电 全部都重新电过 然后硅置也都重新涂好 装起来测试一下 盖好上热 把电池也装上去吧 电池应该是也坏了 华硕的新款电脑都爱这样 只要主板一短路 它的电池就很容易一起坏掉 也不是坏掉 而是锁死 因为主板短路 电池也会大电流 给它装起来 看一下电池的情况 诶 插电 诶 我代机电流 我插这 怎么还在一跳一跳的 我去 不会是又短路了吧 又烧了 我在旁边开始测呢 按开关也没有任何反应 过流保护灯也一直在闪 哦 我想起来了 刚刚好像调了它的电流 比电流限在了0.05 那能起得来吗 调回5弯 诶 代机电流正常 按下开关 正常上电 开机之后 首先进标识来看一下 电池是可以识别到的 显卡也正常识别 RTX2060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电池 电池呢 也是有电量的 有挺多电的 当时电源一拔 马上黑屏 电池已经不能再充放电了 电池内部也被锁死了 现在只能插电用了 要么就换电池 也有办法解锁 当时人家官网上不提供解锁程序 我有其他型号的 但是解不了这一台 它每个款式之间的解锁 还不一样 如果升强体壮的话 可以找华硕售后看看 他们应该有 好了 现在跑了半天 显卡烤机测试也都没问题 功耗温度都正常 开游戏呢 也都OK了